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场比赛其实对双方来说都相当重要 那么在此前呢 双方在街幕战当中都赢下了第一场比赛赢得开门红 所以第二场比赛谁都想拿下这场胜利 拿到两年胜 那么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球队呢 打得相当拼命 那么比赛过程当中呢 也是出现了各种摩擦 当然最终的战果 我们也看到了浙江队这边呢 凭借着无前的强大攻势和于家豪呢 做了相当到位的防守 那么最终呢 浙江也是以巨大的一个优势呢 打败了北京守刚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 当然我们回顾本场比赛可以发现呢 其实浙江这边表现真的是更加的出色 而守刚这边呢 似乎是全程被浙江这边压着来打 或许是北京守刚这边呢 有点轻敌了 而浙江这边的战术安排呢 部署更加到位 那么因此这场比赛呢 其实浙江最终笑到最后的话也并不意外 当然我们看到比赛过程当中呢 除了整场比赛打得非常的焦灼之外呢 另外在比赛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巨大争议 也引起了外界很大的一些争论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于家豪是拿到队友的一个球准备上篮 那么当时呢 范子民是过来防守 那么跳起来呢 一锤就锤了过去 本来按理说他这样的一个正常防守的话 应该是拿手呢 把那个球轻轻给散开 结果没有想到 那么他直接是朝着于家豪的脸呢 一锤就锤过去了 那么看起来呢 整个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过分 而且我们看到裁判呢 在确认了这个非常严重的犯规之后呢 也通过了直播反复回抗 那么可以看到于家豪的一个脸呢 真的是被范子民是重锤锤了过去 通过八倍镜的细节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呢 范子民这样的一个行为真的是相当恶劣的 尤其是于家豪只是一个18岁的一个球员 那么在场上呢 其实目前也是参加这场比赛 是他CBA的第二场比赛 范子民呢 这个细节直接是锤过去的话 也真的是挺令人心寒 那么挺上人心的 所以呢 他面对他这样性质如此恶劣的行为呢 那么恐怕接下来不仅仅是面对裁判开出了一个委体 可能接下来 那么中国蓝鞋还会对这样的一个恶劣行为呢 进行一个顶格的处罚 毕竟我们也知道那么意思以来呢 CBA联盟面对如此啊 非常坏的一些行为呢 真的是零容忍的 不管是针对裁判 或者是针对他的一个队友球员呢 如果说你敢重拳商人 那么可能不仅仅是委体犯规 甚至接下来还有罚款 还有竞赛等等一系列的一个处罚 所以这一次啊 对于范子民来说也真的是搬石头了 砸自己的脚 那么接下来呢 他也很有可能要面临更加严格的一个制裁 甚至可能因为被罚禁赛的话 可能呢 因此接下来还会影响到北京守刚的一个成绩 所以这一次啊 范子民如此非常恶劣的一个行为呢 也给其他的球员呢 给提了一个行 那么真的不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太过于冲动 或者出手伤人 否则的话 那么只能够置实其果 好了 本期的阿三砍球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 开心聊球 拜拜